这东北大吉林 我有点福了啊 一共官方呢也没爆出几例来 但是呢我们现在公交停了 然后什么人流密集的一些公共场合 一律都不允许开业了 什么饭店呢 什么都不允许营业了 像我们养老院就更不用说了 封闭管理啊 进城呢设卡出城设卡 一共也没出现几例 为什么我们天天就这么一轮一轮的抠嗓子 雷打不动的天天抠啊 不是说三天一抠两天一抠天天抠 然后呢 弄得我们人心惶惶 如果说真的如官方啊 报的那么几例的话 我觉得 大可不必这样啊 大费周章 弄得人心惶惶的 那如果真的实际上要比这多的话呢 也不妨大方的告诉我们 吉林市啥没见过呀 对吧 几百例的时候咱都经历过 也就不用心里这么懵了啊 所以我觉得你说我们现在啊 整个吉林市大部分的人啊 大部分的人家除非是一些这个 铁饭碗的 剩下我们基本上都停滞了 一年一共12个月 现在已经8月份了 我们8个月都在干这些事啊 家庭生活来源从哪来 百废待兴呢 真的是 得音 得音 得音